用快的不用快的 用腳踹不夠力 援警手拿工具大力猛錘 嘗試破門攻堅 終於砸開一個大洞 大批警力團團包圍 手持電擊槍 大聲呵斥賭客 通通不准動 這間職業賭場就隱身在新北爐州九重街 業者將廢棄的娃娃機台擺放在門口 尾中城結束營業的模樣 而事實上竟設立電子密碼所管制進出 還只提供會員陸內賭博 內部牆壁更是貼滿吸音棉 避免排升走漏 成功查獲19人涉嫌賭博案 並查獲現金21萬 及多項賭博證物 全案依刑罰賭博罪 及電子遊戲場面管理條例 移送新北地點偵辦 而同樣賭信堅強的還有這群人 樹林這間棋牌社看似合法 還在網路刊登廣告找牌咖 不過警方接獲檢舉前往查氣時 沒想到有賭客說溜嘴 表示之前就來拒賭過 因此員警將蔡信負責人 及實名賭客統統帶回警局 而其中還有五人是高中生 全案也將以違反賭博罪及受違法裁罰 藉由中城堂宇新北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及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